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了解一下 台湾今天的各报重点 在YouTube上面直播已经开始了 我们拜托收看影片的朋友 帮我们把您看到的影片 分享留言按赞 还有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 今天我们先从中国时报头版头条看起 昨天忠实说韩国瑜被抹黑 今天说韩国瑜被监听 说疑似是监听窃露 台版的水门案吗 陈局在高雄市长任内 他的随身摄影官 这个人叫做吴建宏 金曝在韩国瑜上任之后 至少有五次 潜入韩国瑜的市长室当中 在二月份的时候 过年期间深夜遭到市府的驻卫警 逮到而东窗事发 他说这个是因为自己有东西放在里面 那么他其实出来的时候 手上有拿纸袋 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里面呢就是一些什么花灯啊 红包等小物品 不过市府团队其实蛮怀疑的 担心办公室是不是遭到了监听跟侧落 所以后来呢就从原本的 林亚区的这边办公室 挪到了凤山这边来办公了 好 那么现在初步了解说 这办公室当中是没有搜到 什么样的一个监听器材的 不过昨天韩国瑜其实也蛮不高兴的 他说如果真的有什么政治企图在里面的话呢 这是不可以原谅的 韩国瑜说换了一个市长就会被监控吗 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希望检察官赶快调查个水落石出 好让高雄市民跟全台民众都能够了解 好被影射的说是这个陈局的这个前的摄影官 那么陈局的这前朝官员这边也立刻做出了回应 说这个人员呢 他因为之前行为举止不当的关系 早就已经被解除他的任务了 所以跟这个团队方面 已经都没有什么样的联系了 在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也毫无所惜 并且呢这陈局他们也说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春节期间 但你高雄市府到今天才翻出来炒作 请新市府不该有不实抹黑的政治联想 不过今天这中文时报还是大的标题 叫做台版的水门案 结果什么头半头条是 这韩国瑜在6月1号的大造势 那么引用的是朱立伦的话 来说韩国瑜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劳民伤财 另外郭台铭昨天也表示说 拼场选举并不是拼造势 而是拼经济 他也有点怀疑韩国瑜拼经济的一个能力 好韩国瑜呢 他其实最近在这个议会当中也被问到说 那你如果真的已经是椰塞度之后 决定要参选总统了 那要不要辞高雄市长呢 旧时报谈到了说 韩国瑜说他不辞市长 他说难道我不能够 就在平常的时候 好好的拼市政 在假日的时候选总统吗 而立伟就炮轰说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有议员就质疑说 韩国瑜是归人还是过客呢 在6月1号这个礼拜六 韩国瑜在凯道这边的一个 造势场合他说自己是一些团体 他们办他被受邀过去的 那么又说这个实施大会 是有妙天在后面的撑腰 妙天一开始先撇清 不过后来又说 的确是有提供一些 这场地的租价设备的一些协助 那么坦诚说有出手来协助 好在郭台铭部分呢 看到他动作非常多 在脸书跟赖之后呢 郭台铭他的YouTube频道 昨天晚上呢也这个成立了 他的YouTube频道上面呢 先公布了这影片呢 就是请来了 Peace in Home的董事长 詹洪志跟他一个对谈 当然两人谈到了很多 台湾的经济啦 未来网络方面喔 怎么样弄一个跨平台 让台湾的网购等等 各方面能够更加的健全喔 另外其实郭台铭他也强调说 自己根据内部民调呢 他排除信心指数之后 目前看起来郭台铭觉得自己的民调是永贯三军的 好我们当然也来看看 今天有另外一个报纸做的 他们的最新民调 其实在民调的数字上面呢 韩国瑜是算是指叠回稳 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下 还是领先的 那么如果这个国民党方面派的不是韩国瑜的话呢 而Sakato就是柯文哲有出来的话呢 领先的将会是柯文哲 这前提是只要韩国瑜出来的话呢 柯文哲就不会是第一 但是如果韩国瑜没有出来的话呢 领先的就是柯文哲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郭台铭其实他的声势也在看涨当中 郭台铭呢 如果有机会代表国民党的话呢 他是有机会赢民进党的赖清德跟蔡英文的 好这是民调的部分 好在6月1号之前 会不会跟韩国瑜见面的郭台铭说 目前正在安排 不排除会洽谈在高雄的投资计划 等时间安排之后呢 再来跟外界来报告 好刚刚听完是在国民党的部分倒是看看在民进党 兼自由时报跟中时报的那一页都有说明天 就是民进党的中职会了 而赖清德是再度呼吁说 千万不要去强改初选规则 他说自己对于中职会并没有放弃希望 不过昨天看赖清德 昨天有着报纸的投版当中是说赖清德说不排除 来打法律战 不过其实他昨天在接受网络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强调说即便是通过修改 他也不会脱党 也不会打法律战了 就是避免对重伤的民进党再补一枪 所以他的这个不脱党 不打法律战 这是赖清德现在最新的一个宣誓 在联合报跟中国时报投版当中都看到了在大法官 昨天四位大法官的这个人选部分 那么这是以蔡英文所提名出来的一个大法官 就总统府所公布的四名大法官被提名人 两男两女 这四位被提名人如果都获得立法院的同意的话 那么今年10月份开始 蔡英文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会增加到11个人 这会跨过视线跟宣告政党违宪解散的三分之二的门槛 所以接下来年改还有党产的视线案 在这些大法官人选如果过关之后 这些案子也就备受瞩目了 这次两男两女当中 比较有争议的是这位男性61岁的台大法律系教授 叫做谢明洋 因为谢明洋他曾经在太阳华水运的时候 批评说台大没有交好马英九 昨天记者就问说 这句话是否是过当或者是有符合事实呢 那么这位谢明洋他有点表情尴尬 不过后来陈建仁马上就拿起麦克风 稍微救援一下就结束了这个答询 好在大法官的人选方面 联合报跟踪时报监头版当中都有 在李静勇的人事案部分 联合报提到了今天朝野都是假急动员 立法院今天预计处理中选会主委李静勇的人事案 为了防止国民党团杯葛议事 民进党团昨天是先白天的时候抢占了主席台 说希望今天的议事能够顺利的进行 不过国民党就不高兴了 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先进去里面去 这霸占场地呢 后来就要求立法院长苏家全 赶快把他们的请出来哦 那么苏家全把他们请出来之后呢 现在民进党就退出了一场了 不过今天的钟雄会的人事案呢 蓝绿都已经是假急动员了 预料今天会有一波的攻防 好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二题方面 是欧洲议会选举民粹没有淹没中间派 两大党团丢掉了多数 不过肆意选民其实并没有放弃欧洲的统合路线 倒是在英国的部分的英国的执政党 这次在欧洲议会选举当中是惨败的落居第五 好在欧洲的部分兼联合报 内野A2有整个全版的报道 财经焦点方面看到了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川普改口再抢中国 他说美国还没有要签协议 这是川普他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说呢 美国方面还没有准备好跟中国大陆达成贸易协议 对大陆货物的关税可能会非常大幅 而且可以非常轻易的就往上调 就在美国跟日本方面呢 美日贸易协议川普还说八月份可以敲定 他觉得说这个八月份就是等到日本你的夏天选举之后呢 我们再来完成谈判 不过他这个说法呢 这安倍其实也并没有特别的来回应 这个事情只提出要以TPP水准为一个上限 好昨天看到了台北股市 这个大师写外资 14天就卖了1270亿元 这天数方面是写了史上的第五长记录 法人说负面因素逐渐消退 卖压有机会缓和 不过今天要看到了MSCI呢台股权重是遭到三度调降 在今天的盘后就会生效 而这个庞大的被动型基金卖压恐怕会在尾盘的时候出笼 台积电跟鸿海这些权重他们的这个情况呢 今天盘市恐怕会有些大震撼了 这是今天在台股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大力光的市值会跌破5000亿元 工商时报说国家会其实有救火 国家对方面呢 在股会昨天是松了一口气 昨天有劳退跟八大关股的联手赢敌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是广达林口产线 惠谱全部都包了 笔电代工归于返乡 新产能价格更具有竞争力 有助于绑住订单 另外富邦仁寿宣告说 这宣告利率不排除会破2% 自由时报间头版有提到说 这个超过12年的计程车太换 要补助15到35万元 在这个新的方案出炉了 从今年来说是补助5000辆 再从6月3号开始受理申请 如果是从一般的燃油车 换成电动车的话呢 是补助35万 如果是油电混合车 是补助25万元 大概是三年可以补助1.2万辆 不过中国时报间就说 这是选钱所放的大力多 18亿的这个钱呢 是政府在买单 另外自由时报谈到说 这个收藏家被捧为是 一元收藏家的这新竹男子 陈发贵呢 他这个卖了宋朝的茶盏 卖人家171万元 就后来发现说 其实只是价值5000多块钱的 现代工艺品 所以现在这个男子呢 被一诈欺来这个起诉了 好 这就今天的 10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林 明天我们空中再会了 拜拜 中广新闻网